各位小伙伴大家好,我是乔云军,欢迎收看本期的理工科出汇指南 这期是科普相视频,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小麦和面粉的基础知识 一般认为,大约在一万年前,在今天中东的新月窝地和安纳托利亚高原附近 小麦被人类巡化,从那时起小麦以西亚为中心 向东通过古代丝绸之路传播到中国和日本 向西沿着地中海,到达支布罗托海峡,向南横穿费州大陆,到达好望角 哥伦布发现美洲后又传播到美洲大陆,今天的人类又三分之一以小麦为主食 尽管小麦在17时代就进入到中国,但是我国早期北方的主食一直都是小米和米子 小麦实际取得和小米同样的地位是在唐代的 研磨技术和发酵技术的不断提高,才让北方地区广泛接受小麦作为主食 大麦,小麦,黑麦,燕麦,这几种植物都属于被子植物门,血缘关系很近 其中,小麦是小麦族小麦鼠,大麦是大麦族大麦鼠 黑麦是小麦族黑麦鼠,燕麦是燕麦族燕麦鼠 以小麦作为世界三大主食的种植范围最大 我国西藏的清科就属于大麦的一种,可以酿酒 大麦也是酿啤酒必备的,大麦还可以用来制作日本味噌 大麦经过炒制之后,用热水冲泡就可以得到大麦茶 燕麦和黑麦很长时间都被种来喂牲口 近年来又随着健康饮食大规模进入人们的餐桌 但在气候比较冷土壤偏酸性的北欧和东欧地区 黑麦因为便宜,所以得到穷人面包的称号 比如黑麦就可以用来做俄式猎吧 还有一种油麦,是燕麦族燕麦薯 可以用来做山西的油面靠姥姥,非常好吃 蕎麦,鸟族蕎麦薯,高蛋白含量的食物 蕎麦粉非常独特的弹牙口感适合用来制作各种凉面 比如说日式蕎麦面,朝鲜冷面和四川的红油蕎麦凉面 蕎麦的分类非常复杂 光染色体就有两倍体,四倍体和六倍体三种区别 目前科学界对这个问题仍然有非常多的争议 很多文献的描述都专业性过强 就是我本人看着都头大 这里我会尽量用简单好理解的方式来给大家讲解小麦分类的问题 小麦今天有超过三万个品种 我们把小麦可以分成普通小麦和杜兰小麦 普通小麦又叫面包小麦,属于六倍体小麦 全世界90%以上的小麦都可以归属到这个大类中 也是目前种植最广泛的小麦 大家每天吃的各种面粉都是使用这个大类的小麦制作的 普通小麦因为下属品种众多 因此蛋白质含量差别也非常大 可以制作成不同精度的面粉 杜兰小麦也叫硬质小麦或者意面小麦 属于四倍体小麦,杜兰是阴翼 为了把这种小麦和其他的硬小麦区别开来 我这里一定使用杜兰这个名称 这种硬度极高的小麦是伊拉丽面的必备原料 以后我做手工伊面的时候常用 全球的种植面积大约不到10% 小麦按照软硬又可以分为软小麦和硬小麦 软硬小麦没有查到特别清晰的区分标准 其中软质小麦的蛋白质含量通常更低 得到的面粉更白 更适合用来制作饼干和蛋糕等 硬小麦如美国的硬红冬麦 是制作高精度面包和面条的上好选择 杜兰小麦也是硬小麦 是最硬的品种之一 在我国 软硬小麦的标准是使用角质率来区分的 角质率大于70的是硬质小麦 低于70的是软质小麦 冬小麦和春小麦 与小麦的品种没有直接关系 这软硬小麦研磨后 在电竞下的放大照片 硬小麦的颗粒明显粗大很多 在讲解面粉之前 我们必须了解小麦种子的基本结构和面粉的生产过程 这是小麦的种子 由种皮、配乳和配芽组成 其中种皮是保护层 种皮中含有相当丰富的油脂和蛋白质 具有独特的风味 配芽是植物的生命力所在 在合适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 配芽会萌发出新的植物 配芽中也含有非常丰富的油脂和生物酶 风味也很强烈 配乳内含有大量的储存细胞 其中含有非常多的淀粉和蛋白质 配乳的主要功能是为配芽提供能量 包括大麦小麦在内的各种面粉 在研磨过程中要将种皮和配芽全部去除 这主要是因为配芽和种皮中尽管味道豐富 但是含有大量的油脂 非常容易导致你这个面粉发生氧化腐败 所以面粉如果想要长期保持稳定 必须去除这些成分 果人最初将含有种皮的小麦粉称为粗面 去皮得到了称为细面 现代加工业则精细的多 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筛选和研磨 去除种皮和配芽后得到精细的白面 也就是普通面粉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 中式面粉在研磨后会有漂白工艺 让其中的β胡萝卜素氧化变白 下面来讲面粉分类 面粉中最重要的成分是蛋白质和淀粉 其余的还有水分、灰粉、脂肪、酶、酶、维生素和纤维 其中蛋白质是小麦面粉至关重要的成分 面粉高中低低就是以蛋白质含量为多少划分的 小麦蛋白的特殊之处在其中含有麦胶蛋白和麦醋蛋白 这两种蛋白经过反复揉搓之后会形成弹性十足的面筋 这种胶帘的蛋白质网可以包裹住发酵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 从而形成松软的面包和馒头 面团经过水洗可以将蛋白质网络也就是面筋抽离出来 剩下的主要成分就是小麦淀粉 也就是豆腐 全麦面粉是研磨时保留了全部的培芽和肿皮 营养非常丰富 风味强烈 有些树上称之为坚果风味 保留完整的小麦使得全麦面粉的蛋白质含量通常都比较高 但是多出来这些培芽蛋白并没有利于你这个面筋网的形成 使用全麦面粉的话是无法做出来吐丝那种手套膜的 所以大部分的全麦面包都是比较粗糙和厚实的风格 还有一种敷皮粉 是把面粉和肿皮研磨的粉混合在一起 这个国内家庭的话很少用这种就略过 黑麦面粉是所有面粉中颜色最深的 由于黑麦面筋缺乏弹性 所以通常将其与小麦粉混合起来来制作面包 德国、沃兰、俄罗斯都有相当数量的传统黑麦面包 高筋面粉是面粉中蛋白质重量超过12%的面粉 这种高蛋白含量的面粉在经过揉搓之后 可以形成巨大的蛋白质膀 最适合用来制作面包和披萨 需要指出的是我在超市见到过一种叫做高筋筋粉的面粉 蛋白质含量在11%左右 非常容易和高筋面粉弄混 用这种面粉做吐丝绝对会让你崩溃 蛋白质含量的话可以观看面粉的包装袋 看这里 目前的话很多广式的点心 比如菠萝包也在使用高筋面粉 中筋面粉 这种面粉是经典的中式点心和面食使用的面粉 大家在市面上见到的大部分面粉都是这种 蛋白质含量在9%到12% 我之前几期做过的油泡面和标泡面 使用的都是这种面粉 相对而言的话 中筋面粉也是最便宜的面粉 低筋面粉 制作蛋糕和饼干的首选面粉 蛋白质含量在9%以下 低蛋白含量对于蛋糕的嫩度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在制作饼干时 需要注意不要搅拌过头 以避免形成面筋 影响口感 法国T65面粉和T55一样 是制作法棍的常用面粉 颜色偏黄 法国的面粉都是没有经过漂白过的 其中含有比较丰富的β胡萝卜素 这种物质可以让面粉呈现淡黄色 之所以保留这种物质是因为在烘焙的过程中 胡萝卜素可以让面包散发出更香的味道 这种面粉看起来没有中式的面粉白和亮 但如果你是一名专业的面包师 请使用这种未漂白的面粉 小麦淀粉又名凳粉 据说是以前洗面筋之后的副产品 后来有人争执之后得到了凉皮 其后这种做法传到了广州 清末世界首富吴炳健喜欢用凳粉做的虾饺 凳粉因此名声大噪 当然凉皮粉和现在虾饺用的这种凳粉 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杜兰小麦粉蛋白质含量极高 在13%到15% 非常适合制作意面和面包 意大利甚至用法律规定 干燥的意面必须含有杜兰小麦粉 这种小麦因为硬度极高 所以研磨之后的粗糙度仍然比较高 手摸的话你可以感到非常明显的 这种粗糙的面粉颗粒感 最基本的意大利面 只使用杜兰小麦粉和水制作 当然我觉得你可以想象 这么硬的面团的话 你得需要一条麒麟臂才能揉得动 玉米粉由黄色或者白色的玉米制成 作为一种原产美洲的植物 玉米出现在世界各国的餐桌上 时间较晚 我这个是粗一点的玉米身 还有更细的玉米粉 我对这个东西的印象 几乎都来自于黄面糊涂 就是用玉米面熬制的稀饭 但墨西哥人用玉米粉制作的 墨西哥薄饼和塔克饼都非常好吃 小米是中国古人 从狗尾巴草循环而来的 栽培历史超过了6000年 又名G 这种植物因为适应能力强 一度是北方地区的主食 自发粉是盐木过程中 像其中添加了发酵粉的面粉 也有添加干酵母的自发粉 有些还会加入一定量的盐 这种面粉的话 只需要加水就可以使用了 不需再添加额外的酵母 自发粉最好严格密封 并且在购买完的6个月内使用完毕 时间过长的话 发酵粉可能会氧化失活 我个人其实不太喜欢这种面粉 作为个理工科出身的人 我喜欢控制一切 无复制面粉主要是针对一些 对小麦蛋白过敏的人推出的 需要注意的是 即使我国这样的传统农工民族 仍然有相当比例的人 不能使用小麦制品 如果出现不适 不要硬撑请及时就诊 严重的过敏会对肠道有终身的影响 富强粉 标准粉 普通粉 属于计划经济时代 普通中基面粉的西分品种 这种面粉的划分和蛋白质含量无关 是按照肿皮或者是麦皮与灰粪的含量来规定的 两者含量不超过0.75%的精细白面就成为富强粉 有些地方叫特衣粉 饺子粉 0.75%到1.25%的是标准粉 超过1.25%的为普通粉 颜色是最深的 这个表格是来自维基的各国面粉对照表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德国法国伊亚利三国的面粉对应关系并不正确 这维基也有不对的事 英美习惯使用蛋白质含量来区分面粉 我国和各大陆国家一样 最开始的时候都是用灰粪和麦皮来划分面粉种类 也就是富强粉标准粉这些 这点伊亚利法国和德国也一样 意大利1967年通过法律 按照面粉研磨的精细程度 将面粉分成000、0、1、2和整合型五种面粉 大家在各种一面纪录片中常见的00号面粉就是最细腻的面粉 尽管也有文章认为00号是低筋面粉 但我还在亚马逊上看到了00号的高筋面粉 在被尊称为一面教父的安东尼奥卡鲁奇欧所煮的一面料理百科全书中 直接说00号一面为11%到12%的中筋面粉 所以00号面粉不能直接等同一滴滴面粉 不过做一面的话还是选精细研磨的中高筋面粉代替比较合适 法国的55号和65号面粉则是做法棍的标准面粉 好了做完这期可是累死我了 这绝对是你看过最强的面粉基础知识讲解了 下一期应该是肯能鸡辣吃的破解 希望破解顺利吧 如果拖的久的话就是再更新一个面团的讲解 各种什么死面发面烫面西式酸面团酵种面团这些东西